為培養學生個人的興趣跟專長 台東縣政府教育處九號辦理 全國學生舞蹈比賽出賽 分為民俗舞 現代舞及古典舞 他的名字叫聯一 然後他是在講說 就是因為一個小小的擾動之後 造成後面 算成一個很大的連續的事件 中間有一段動作很大 就是情緒比較負面 然後比較洶湧一點 然後所以 然後最後會回歸到瓶頸 就是有那種超脫的感覺 個人的優等感性 我在團體舞好像是扮演一個大人 然後他們剛才在吃糖果的時候 我去打他們屁股 因為那是我自己放的糖果 然後他們偷吃這樣 這次出賽 既有大專以下學校跟個人 三十四對參賽 通過出賽獲得優勝 就可取得全國分區決賽資格 這樣子的一個表演的舞台跟方式 就會給孩子更大的自信心跟表演 那在原民傳承文化上面 也是一個最直接 然後最自然 可以讓他們在身體裡 腦袋裡 記憶裡就留存下來的 縣服表示 台東縣經常在全國舞蹈賽中 展現驚豔成果 這次希望透過全國賽事培養學生個人的興趣跟專長 提供更加寬闊的求學道路 也是新聞比亞台東市採訪報導